点开这一期视频的同学知道 这又是一期咱们托福备考必看的视频 来一起了解一下托福阅读的文章结构 而且不仅仅是为了备考托福哦 如果你是想要提高自己的学术阅读的能力 其实都应该看的一个视频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针对学术性的文章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托福官方指南OG上面 明确的讲到了 咱们托福阅读的三到四篇文章 每一篇都是大学程度 大学难度的这样的一些学术性的文章 一篇文章在700个单词左右 你要做的回答时间是一篇文章在18分钟 所以你做完文章之后呢 要根据10个选择题目来进行作答 测验你对于这个文章的一个理解程度 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了解 学术文章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 因为托福就是考这个的 而我们事实上 大家去这个比如说美国读高中啊 或者是去美国读大学啊 对吧读研究生啊 就主要遇到的也是一些学术性的文章嘛 所以是非常实用的 那第二个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了 那学术文章的结构 我了解来到底有啥用啊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就不能直接去看它的内容 直接去做答 我要了解它的框架干嘛呢 结构这个框架 其实对于我们的理解是特别的重要的 因为框架就是大局观 就像我在讲听力的时候 也会跟大家不断的重复 你们一定要有bird view 叫做鸟看刺猬 就你首先要有大局观 你才能够知道里面所有的细节 它是如何为这个大局观服务的 而且尤其是阅读文章难度比较大的时候 你看了后面的可能容易忘记前面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大局观 能够拉住你 对吧 然后你就不会容易忘记前面的内容了 并且呢 我们了解文章结构 也很有助于我们去做我们托福阅读的最后一个题 通常来讲就是六选三的小节题 小节题就要考你的大纲思维了 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 它的主题大概讲了那几个点 那这个就需要你要懂这篇文章结构嘛 对不对 那了解了我们要知道文章结构的目的之后呢 接下来当然我们就要具体看一下 哪几种文章结构了 那从文章的整体的一个大局来看哈 它的学术性的文章在托福的阅读里面 主要出现的是三种类型的 首先第一个类型呢 叫做解释说明型 也就是它会解释某一个主题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TPO50的第三篇的文章 它就讲到了这个Star Death 星星的横星的死亡过程 那你就知道它整个的这篇文章肯定就是去跟你讲啊 这个过程是怎么开始怎么演变对吧 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它是属于Exposition 叫做解释说明型的文章 那第二种呢也是在我们的写作当中最常见的 Argumentation 例论型文章 也就是它会针对某一个主题阐述一种观点 并且后续的再会给出更多的 可以去支撑这个观点的各种各样的论证和论据 比如说咱们可以看一下TPO14的Passage 1 第一篇阅读这样的一篇文章 叫做Children and Advertising 小孩和广告 那它这里面开篇就提到说 广告对于小孩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并且很多时候是一种比较负面的影响 那接下来的整篇文章它在后面 其实就不断在支撑它这样的一个论点 去讲广告对于孩子的影响 所以这种类型叫做Argumentation 那最后一种第三种类型呢 就是Historical历史型的文章 比如说典型的代表就是咱们TPO50的Passage 2 TPO50的第二篇阅读 讲的是The Achievement of Brazilian Independence 巴西独立的成就 它就给你介绍 哎呀巴西是怎么当初一步一步的独立出来的呀 经过了哪些历史的事件啊 哪些原因的一些推动啊 最后实现了自己的独立 所以你看就是一个时间 历史时间的一个展开的过程 所以从大的结构上来分 它主要是这样的三个类型的 但这只是一个大的框架 那从我们具体的小框架 那什么是小框架呢 小框架其实主要就是我们的这篇文章 具体它是怎么去展开的 也就是段落和段落之间 它主要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那官方呢也告诉了我们 他们比较常用的四种 我们段落之间的逻辑的关系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是哪四种呢 首先第一种叫做分类 classification 那典型的代表呢 就是TPO17 Passage 3的这一篇文章 Symbiotic Relationship 共生关系 哇这篇文章 咱们在备考托付的同学 一定要去提前了解一下一些背景信息 因为这一个共生关系 在阅读还有包括我之前讲过的听力的课程当中 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主题 它就讲共生关系有几种常见的类型 比如说什么寄生啊 还有什么commensalism之类的 然后它就给你划分了几个类别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 段落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小结构 分类 那第二个文章结构的关系逻辑呢 就是比较和对比 compare and contrast 注意这两个词 我发现很多同学不太分得清 compare和contrast的区别 其实compare主要比较的是两个东西的共性 就是我们相似的地方 比如说我跟你们相比 我们都是中国籍 对吧 你看这个叫做我们的类比 我们的相似性 但contrast就是对比了 对比就是我们的不同 对吧 比如说我跟你们相比 我的年龄比你们大很多 对吧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不同的地方 那典型的代表呢 就是我的老本行人类学文章 TPO70 Passage 3的这一篇文章 叫functionalism 功能主义的 他这篇文章呢 里面就讲到了这个 马林诺夫斯基 还有呢 这个拉德克里夫布朗 他们虽然同属于结构功能主义 但是呢 又有不同的一些观点 所以你看 他这篇文章里面 又有类比 又有对比 特别的典型 待会咱们可以具体的来讲一下 然后第三个文章段落的结构关系呢 比较常见的就是cause and effect 原因跟结果的分析 比如说典型的代表 就是咱们的TPO70的Passage 1这篇文章 讲the Chinese Dynasties 中国的朝代 其实他主要讲的呢 就是中国朝代的这种 就是unification 这样的一种统一 中央集权的这样的特征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为什么中国如此的统一 对吧 在这种幅圆辽阔的地方上 还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 他可能就跟我们的历史 比如说跟黄河的拥堵 其实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包括还跟什么 抵御外抵押 blah blah blah之类的 他就分析了很多的原因 讲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最后一种常见的逻辑关系呢 就是问题和解决方法 problem and solution 这样的一个常见的逻辑关系 段落之间的 那也很好理解 比如说可能就是前面先跟你讲 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是怎么通过研究人员 或者通过科学家 一步一步解决的 那比较代表的文章呢 就是 TPO 67 Pasage 3 就是第三篇阅读的文章 它讲的是这个 Taxonomy of organisms 有机物的分类 就是一开始 哎呀怎么分类呢 后来发现啊 这个分类好像 不能解释有一些物种 于是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分类 所以这样不断的产生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 你看这是另外的一种结构 所以刚刚给大家讲的两种分类 一个是大框架的 三种结构的分类 还有一个呢是段落之间 具体逻辑关系的四种常见的结构 那大家都要非常的熟悉 好那了解了文章结构之后呢 最后我们来讲一个实操性的问题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去更好的理解 更好的划分这些文章的结构呢 我之前在动态里面 包括朋友圈里面 跟大家分享了有一个推友 他在网上做的 他那个经济学人 那一篇文章的一个笔记框架 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来参考 就我们平时划分结构 其实基本上也就是 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划分的 你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结构 比如说他要标出来了 第一段对吧 讲的是这样的一个 opening的一个东西 讲了一个最近的研究 说这个陪读非常的有利 就父母陪读小孩 跟大家一起亲子共读 然后呢固定场所 固定时间 跟小孩一起学习 非常的有用 而你去监督小孩做作业 其实没有什么效果的 好然后到了 你会发现第二段第三段 包括四五六段 他其实呢都是有点在反对 他最前面这样的一个研究 对这个研究 其实产生了一些质疑 只是那二三段 他开始在引入一些概念 去解释这个东西 然后到了第七八九段的时候呢 又开始有点肯定回来了 就是说 当然虽然这个研究 有很多的问题 但依然值得我们去参考 所以他就通过这样的 把每一个段落的主题 给他概括了之后 并且把段落之间 你看这个平行的关系 就标志的非常的清晰了 这样的话 整个文章的框架 就很明确了 因此你们刚刚开始 入门托福的时候 一开始没有办法 很好的去找到 每个段落主题的时候 就可以参考这个格式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 咱们我的人类学老本行的 这篇文章 功能主义的这篇文章 我们一起来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来划分一下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一个段落的开始 他在干嘛呢 他先介绍了一下 什么叫做functionalism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还一开始 因为很多同学 可能对于人类学 不是特别的了解 所以他先用了这个生物 来做了一下类比 你看不仅段落之间 会有这种类比 对吧 段落的内部也会有类比的 还先说 生物当中我们知道 各个器官 对不对 它是有不同的功能的 比如说咱们的心脏 对吧 工学啊 什么之类的 类似的 帮助大家去理解 然后就是说 在我们的人类学当中 对吧 也是有这个概念的 就是有一些文化 它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功能的 好 这个其实就是功能主义 就是文化 是会有功能的 它有目的的 好 这个就是功能主义的 一个大的流派 然后接下来呢 他开始讲 马林诺夫斯基 他的一个具体的流派 他就觉得呢 这个具体的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文化呀 是为了满足人的 基本的需求的 好 然后接下来 第三个段落呢 讲的就是 拉德克里夫的 一个对比了 虽然他们同属功能主义 但是他认为 我们的这个文化 不是为了满足 个人的需求 不是为了满足 我们吃喝拉撒的 这种需求 对吧 而是为了满足 维护社会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你看 两个小流派之间 对吧 就产生了一些分歧了 这是第三段的 然后到了第四段呢 他就给了一个例子 去支撑这个 他的一个理论 就是哎呀 你看这种 通过姻亲关系 他们怎么去实现 维护社会结构的 你看他就是 在辅助 我们的上一个段落 对他进行 更多的一个支撑 然后到了第五个段落呢 就开始讲 马里诺夫斯基的 这样的一个小流派 他存在了一些问题 他的问题呢 就是哎 你不是说 是为了满足 人们的基础的需求吗 那咱们的基础需求 是一样的呀 对不对 比如说我要吃喝拉撒 但是那为什么 我们会有不同的文化呢 你解释不了 这个多样性的问题 对吧 然后最后一个段落呢 他就开始讲 这个拉德克里夫 这个小流派 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了 比如说 哎 你个生物 对吧 我可以通过把一个器官 从一个物体上面拿掉 来确定这个器官的功能 但是你在文化当中 你很难做到这件事情 就你没有办法 从一个社会里面 把一个文化给剥掉 来观察这个文化 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这是没有办法得出结论的 所以你看 这篇文章结构 是不是就很清晰了 从先讲这个大流派的 共性 类比 然后到两个小流派 具体的 它的不同 对吧 以及呢 两个小流派 他们有一些具体 什么样的问题 OK 你看这样一篇文章 读下来 是不是就特别的清晰了 即使你没有读过 这篇文章 当然你们可以具体 自己去读一下 但是你通过这样一讲解 这个框架 其实你以前 没有人类学的背景 是不是也知道 他们到底在干嘛了 OK 当然了 这一切都还是要建立在大家 大量的阅读 练习的技术之上 才能够熟练的 因为我们这样 把它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标出来 在考场上的 肯定是不现实的 没有那个时间 所以呢 需要你在考前 就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样到了考场上 你可以迅速的识别出来 整篇文章的一个结构 然后了解段落 之间的逻辑关系 然后迅速做出判断 到底每个段落的 主题是什么 以及整篇文章的 主题是什么 这样你才能够 记忆深刻 并且在做题的时候 选择正确 那以上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托福阅读的 常见文章结构 有我们的大框架 也有我们的小框架 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更多的练习 可以自己去尝试做一下 那如果这期视频 对于你的托福阅读 备考 以及英文阅读 有一定的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 我们点赞 评论 转发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了 拜拜 拜拜